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共同来学习《般若舍颂》 这个圣《般若舍颂》大家应该清楚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清口说得非常殊胜的 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的一部 宣说甚深空性的大乘经典 这样的大乘经典 这部经典的确已经终结了 所有的光般若 中般若和虐般若的深深意义 我们在座的各位 在短暂的一生当中 如果完全学习所有的这些《般若经典》对我们来讲 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这个《般若》我前两天给大家讲的一样 是我们每个人的确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值得修行 值得学习 否则我们相续当中 种种的视之相知很难以根除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般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佛陀所讲的这些经典 大致也是分了七种 有一部分的经典 佛陀是透过身体加持的 比如说 佛陀加持金刚藏菩萨 宣说实体经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 佛陀经过语言来加持 比如说 佛陀加持文殊菩萨 宣说《未生愿望禅经》 还有一部分是佛陀通过语加持来宣说的 佛加持观世菩萨和舍利者 宣说了《心经波罗蜜多》 然后佛陀功德事业 一起加持的 就像树木当中传出的法音 虚空当中传出了四法音 还有佛陀功德事业所加持的 凡夫 声闻 缘觉等 在世间当中传出的这些法 包括现在的很多善知识 尤其是通过佛的功德事业来加持 现在能够给别人传讲佛法 有一个道友说 我原来对佛法一点都不懂 因为通过上师和佛的加持 我现在讲经说法没有任何问题 讲什么经典 一点困难都是没有 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 这也是一种佛陀的加持 还有是开许加持 就是通过开许的佛经 那么这样的佛经 佛陀当时接近圆极的时候 跟阿难说过 以后我圆极以后 我的经兆可以做戒极 戒极的时候 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加上一些 一时如是我闻 还有一些须菩提闻 佛高研 最后人天皆大欢喜等等 这样的词 通过戒极之后 可以加上去的 那么这些也是 跟佛经没有什么差别 但其中佛陀亲口说的经典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的 好多高僧大德 就举例般若摄颂 般若摄颂的话 我们以前的确是 在藏传佛教当中 比如说一个人的家里 要放一个经典 或者你要磕头 或者修假行 那个时候一定要放一个般若摄颂 大家都想方设法 照这部经典 这是藏民族 基本上是普遍的传统 但在汉传佛教当中 我认为 比如说《金刚经》 大家都非常重视 应该像《藏地般若经》 比较重视一样 比较重视的 但是对般若摄颂 以前在很多汉传佛教的寺院当中也好 在在家人新教群传团体里面 并没有那么弘扬 所以我们透过这次的因缘 非常希望我们这一世 乃至后来的世世代代 在汉地也是应该奉行《般若摄颂》 供奉在佛堂里面 这些并不是很困难的 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是每天念 或者几个月当中念的话 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有困难 所以我也不敢要求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有缘的这些道友 以后在自己客颂里面方便每天念 如果实在不行 一个月当中念四遍 十五号 三十号 或者一个月当中念一遍 一年当中念十遍 时间肯定有的 只不过我们有没有信心 信心还不知道 所以以后非常希望 把这股非常甚深的空性法门 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每个人得到所见 和未所见的一些利益 我为什么大家强调 包括这个法门供奉在家里 有些加持感应 我们不一定感觉得到 比如说你现在透过学习 学习之后 里面的一些空性的抉择 对你的心的相续 立即有一个心的转变 这是我们有心的东西 我可以感觉得到的 但有些你现在不一定 比如说这个法门放在你家里面 或者你到那里去 身影不离 那个加持和那个力量 你现在作为一个凡部人 不一定感觉得到的 但是决定是有殊胜的加持 比如说一个中医 他透过他的配置 然后这个药有些是呆在身上 有些是可以服用的 有些你熬完了以后熏的 各种情况 但你眼睛看 不一定马上都有减小的 但其实肯定 中医多年真正有临床纪念的人 他做的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也不敢说 对佛教是非常精通的 有一定见识的 但是的确也是一直过 很殊胜的善知识 透过上师的教言和 自己多年以来的佛教的演习 根据佛经的教证 这几个结合起来的话 我就非常肯定 在众人面前宣说 这部经典的加持和功德 不可思议 因此很多的信众 一定要以后生意不利 这部经典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 简单地在字面上做个介绍 因为这个法是直接地 宣说空性道理的一部经典 那么我们分四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是讲经的题目 名称 然后讲顶礼 再过后讲论语和摩语 首先第一个 经名在梵语当中是这样的 就是阿雅赞加 巴达玛达 萨扎亚嘎达 翻语是这样的 然后藏语吧 藏语的话 然后汉语呢 深薄若舍颂 你看 我们印度的话 藏文的话那么长 然后你们汉地的语言那么接近 平时看起来 你们说的话比较多一点 但是实际上你们的语言 还是很简言的 所以说 平常不用这个 他这里就是说 对照的话 他前面 我只对照梵语嘛 梵语 对照的话 阿雅是神的意思 然后斩甲是智慧 巴达玛达 就是到彼岸的意思 然后萨扎是舍的意思 嘎达就是颂 所以我们汉语翻过来的话 可以这样说 或者我们般若舍颂 智慧到彼岸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般若舍颂 为什么用印度的这种语言呢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应该清楚啊 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愿地 首先我们要忆念这些佛陀的恩德 后来的二生 六庄严等这些高僧大德们 逐渐逐渐地把佛法传到我们手中 所以他们的恩德 可以说是难以忘怀的 因此我们要感恩的心情 来了知诸大德们的恩情 所以他这里用翻语的 还有第二个主要 因为翻语的话 其实是释迦牟尼佛 通过上知大翻语来宣说发药 这个语言有不共的加持 让我们每个人获得了佛陀金刚语的加持 这样一个目标 第三个原因就是说 现在我们相续当中 要种下翻语的种子 因为将来我们要获得成就转法轮 在这个时候 也透过翻语来宣说佛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印度金刚座 贤戒千佛都是大那里成佛 因此翻语 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 虽然我不懂学音语 但是相续当中 种下一个种子 将来如果有机会考大学 那个时候可能用得上 所以在读小学的时候 也是种下一个种子 我们也是这样的 以后我们称呼的时候 需要用翻语来转法轮 所以现在多的可能内容 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不懂翻语 所以我们只是把前面的 巴达玛达等等 这些我们还是学一学 这样有这样的必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相互对应的 名词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我们应该了解 《般若舍颂》 《般若舍颂》 麦彭仁波切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所有的 如果我们传讲了 或者听闻了这部舍颂的话 那么传讲所有的般若的功德 听受所有般若的功德 所以这次 我也是一方面自己图一个报应 因为一辈子当中 短暂的人生里面要讲 所有的 我们藏文的般若里面有十二大汗 十二大汗的般若全部我要讲的话 这是绝对不可能现实的 即使让我读一遍的话 即生当中有没有这种因缘 也是很不好说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讲般若的功德的时候 听说我们这里 好多道友都是想度大般若 开始有几个法班都是抢着 大家都 可能你们因为事情比较少一点 即生当中度般若 这样应该有缘分的 但我来讲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事件 很难说 所以这次通过这么殊胜的一个因缘 我想自己也是种下一个对般若的善根 就是摩坡仁波切的这一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 我讲般若的功德 我也愿意这样的 然后你们也是 应该每个人来想吧 听一遍般若说诵 有所有般若听受的功德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因此我们双方大家共同 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一个人恭敬听闻 一个人清净的心来宣说 一切功德当中 最深的原因也在这里 我们共同完成这样 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这个薄若 其实深是非常甚深的意思 薄若 大家也应该知道 只会达到彼岸的 就是智慧法 然后这个内容 智慧达到彼岸 非常深深的智慧达到彼岸的内容 通过语言文字来描述 那么语言文字来宣说的时候 它并不是以长号的方式 而是以色诵的方式 以色药的方式来宣说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薄若 色诵究竟的这种含义 或者也可以这么讲 薄若 以前我们学过 陈那论师的分析说是 《智慧度无耳 避讳即三世》 里面已经宣讲了 自信薄若 道薄若 果薄若 还有文字薄若 也可以说经典薄若 这里面也就是说 所有的薄若可以圆满的 因为这里面已经所宣讲的 道薄若和果薄若的内容 自信薄若的内容 这样的内容通过文字来宣说 那么这就是经典薄若 我们知道薄若 要取入薄若的时候 通过经典和论典来取入 那经典的话 广薄若和虐薄若 还有中薄若 以及薄若色诵等等 这些经典来取入的 然后如果是用论典的话 龙猛菩萨的中观根本会论 还有中观六论 以及如中观传论等等 以这样的论典来进行取入 所以我们对薄若方面 很多道友也可能是前世的因缘吧 大家很有兴趣的 然后我们这次 也是学习这样的摄颂 其实他的摄颂 最后薄若摄颂的最后偈颂当中 也是有 摄功德报菩提道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给他去摄颂呢 因为他这里摄了世间和出世间的 所有功德以及菩提道的道理 所以说 叫薄若摄颂的原因 应该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大家要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想到了 薄若的殊胜心 其实这个薄若 按理来讲 我们藏传佛教的薄若 全部都可以包括在 17个母子薄若当中 17个母子薄若 全部如果归纳起来 我们可以归纳在薄若摄颂 如果通过窍诀来归纳 显观庄网里面 应该可以这么讲 那么六个母薄若和十一个自薄若 六个母薄若 薄若十万颂 二万五千颂 还有一万颂和八千颂 在家人是薄若摄颂 这叫做母薄若 母薄若里面 我们前面讲的 相关八种诗的内容 全部圆满的宣说 还有十一个自薄若 比如说薄若七百颂 薄若五百颂 薄若三百颂 三百颂就是《金刚经》 还有薄若一百颂 薄若五十颂 薄若一字薄若 烧子薄若 还有二十五门薄若 第十薄若 朗波薄 以及《金刚经》 薄若 薄若蜜多 总共有十一个 这十一个自薄若当中 其实是八种诗里面的部分内容宣说 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 当然母子之间的一些 不同的关系和解释方法 其他的有些论师也有宣说的 但是有些人认为 所有的薄若可以包括在十七个母子薄若当中 以前的有《鲁比萨志》 《智慧宝剑》等等论师 他们认为 十七的母子薄若 只不过是最初的时候藏地翻译出来的薄若经有这么多而已 所有的薄若 包括在这里 他们认为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 日藏薄若和月藏薄若等等 这些没有包括在十七个薄若当中 所以有缺少的过失 还有薄若舍诵 薄若大前诵的一品 因此这个有重复的过失 因此根据莲花生大师的教言 刚开始前一排翻译出来的时候 有这么十七个薄若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这些我们以后学习 现广众案论的时候 有关薄若的分析 应该有有关讲经里面详细的介绍 不在这里广说 总而言之 这么多的薄若 其实归纳起来 应该说是薄若舍诵里面 我们这个薄若舍诵 跟现广众案论完全可以对应的 再加上十万薄若诵 十万薄若诵等非常广的 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就归纳起来 在这里有很简约的文字来说明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薄若舍诵学习的过程当中 第一 要对薄若有所了解 第二 自己也有一个虔诚的信心 否则的确是 薄若是非常甚深的一个法 一般根基的人 这个是接受不了的 以前也是佛陀时代的时候 有些声闻根基的 有些外道根基的 有些具有邪见的这些众生 当场头绪而忘 这样也是有的 后来很多高僧大德们 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一般来讲 传授薄若舍诵的时候 经常也是出现 各种各样的违缘 因为对薄若有怀疑的 对薄若不精进的 对薄若产生邪见的等等 这些人 魔王婆学也是可以找到一些机会 对你的相续开始进行扰论 如果对薄若有着特别强烈的信心 然后自己的精进 始终不退转的话 所有的魔王也是非常羞耻 远远逃避 所以说 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是 首先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就像我们学密法的时候 密法也需要一定的根基 有些人接受不了 里面的甚深内容 这些人暂时可能修显宗的法 修其他的一些法是比较合理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薄若法 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可听的 或者一切万法抉择为空性 多可怕的事情 那这样想 最好自己不听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里 听法是自由的 凭你的信心来 如果感觉很好 很殊胜的话 也可以开许听书 如果你觉得 这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本来也是我们佛学院当中 也没有强迫任何人听 也没有这样的 外面的居士也好 有缘者 甚至我们通过光盘来 接受这个法的时候也是 首先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你如果真正是 相闻当中所讲的一样 对般若充满信心 那就是说明了 自己前世也是听闻过 这样的空性法门 因此可以接受这样的法 下面第二个是以利 这是依者顶礼的 顶礼圣者文殊实力 这是依者 嘎瓦贝则 嘎瓦贝则 国王持终得争时代的时候 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三大意识之意 嘎瓦贝则有些历史里面来说 他跟莲花生大师翻译 兴许和兴许的有些密法翻译过 后来国王持终得争的委托 他跟卓罗赫易见证等等 前往印度迎请布玛拉门扎 来到藏地来弘法 但不管怎么样 当时国王持终得争在位的时候 这个嘎瓦贝则的意思 非常出名 他翻译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亲友书业》 还有《俱舍论》 还有《现广庄论》的一些讲义 和《般若舍诵》的一些诸诗等等 有很多非常难得的 印度的这些论典和经典 就翻译成藏文 翻译成藏文 而且据有些历史记载 他的神通神变 也非常的不可思议 有一次跟奔波教 比神通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头 隔断以后又贴上 当众多外道面前 显示种种神变 这位医师 他作的义力 他为了完成这部经典 而且在翻译过程当中 不出任何违缘 增长一切深渊 同时也有辨别三藏 识别三藏的一种义力 我们以前也是知道 律藏方面加上顶礼一切智 进藏方面顶礼佛菩萨 论藏方面的这些法 顶礼文殊斯利菩萨 虽然后来国王在藏地这样制定的 但以前有些仪师 根据他自己的信心 比如说 有些对佛菩萨信心特别大 所以他马上顶礼佛菩萨 有些对观音 对文殊 不同的信心 这个仪师也根据不同的情况 来作义力 这种情况 根据历史来看 也是不少的 不管怎么样 首先仪者向文殊斯利菩萨 作了顶礼 汉传佛教翻译当中 没有发现 虽然翻译的 我附在这本书的后面 但是好像看起来 在汉地 可能这个般若舍生 并不是弘扬的特别的广泛吧 那么我们这次 也翻译完了以后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讲解 没有讲解的话 很多人是不是 里面的内容没有搞动 如果内容没有搞动的话 恐怕人们能接受 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比如说 像藏地 般若舍颂的教证处处都引用 很多高僧大德 懂者只用般若舍颂引 肉形人引 他们特别喜欢用 汉传佛教里面 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 用得比较多一点 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典 当然用的可能多 但是这个用的不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应该以后 把内容搞清楚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通过加持方面 我想法显翻译的 肯定是有很大的加持 因为它是国王风招而已 所以各方面来看 缘起肯定很殊胜的 像我们不要说是国王 连一个村长来请求的也没有 然后高官员的请求 也是没有的 然后以前很多的班子道那样 用金银财宝的供养来翻译 也是没有的 只是凭自己的分别念 在小小的山沟里面 小小的人翻译了 以后弘扬的范围怎么样 谁也不清楚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心应该是很清净的 很像《般若世诵》的内容 极其的殊胜 很多人以前都是不知道 让很多人知道以后 对《般若空行法门》 生起一种定解 同时佛陀亲口所说的 这么珍贵的经典 让我们光是放弃 特别可惜 以这样的一个心情 翻译出来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翻译语的时候 没有再做一个毅力 不然的话 毅力太多了 从翻译 翻成藏语的时候 有一个毅力 然后藏语翻成汉语的时候 再有一个毅力 可能太多了 所以没有加 那么第三个讲的是论义 论义成戒缘起聚合 还真是论义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讲这部经典 通过五种圆满来宣说 而后世尊为彼等 四种眷属皆大欢喜 父所持般若波罗密多 而世世尊所持等皆语 下面 般若舍诵的缘起 他的情缘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讲了 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 已经宣说了 般若舍腕双等以后开始讲的 那么这个法应该有四种 五种圆满 第一种圆满 本世圆满是我等大师 具有相好 无比功德的释迦牟尼佛 这是本世圆满 然后世间圆满 所谓的二后 前面般若舍腕双等刚刚讲完 刚刚讲完的五等间 也就是说 后面开始讲了般若舍诵 因为他的内容 以归纳的方式来宣说的 这个是世间圆满 眷属圆满的话 就是说这里面四种 代表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 然后代表在家的 尤婆舍和尤婆尼 所以一般来讲 四种眷属里面 所有的眷属可以包括 这是眷属圆满 然后世间圆满 发圆满 发圆满的话宣说 深深薄弱空性的这部法要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讲的呢 以偈颂的方式来讲的 那么为了这些四种眷属 深大欢喜心 佛陀就宣说了这部经典 下面真实论义 分三个方面 全面听法和所说法的自信 还有以如实宣说之必要来结尾 首先是第一个 全面听法分两个 一个是真实的全听 一个是辅助说明说法者 实际上是佛陀的事业 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者 在偈颂当中是这样说的 这个偈颂已经劝有缘的众生 来地听甚深的波罗波罗蜜多 那么这个意思就可以这样讲 我们要听受这样的 这个波罗法需要具足什么样的条件 首先是 心要坏者对波罗法们有一种欢喜心 对波罗法一点都是不欢喜心 就像是恶狗面前放清朝一样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 对他宣讲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对法要有一种欢喜心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对说法的上师和佛陀 一定要有一种恭敬心 因为没有恭敬心的话 在上师面前所得到的法 对你的相续不可能有意义的 因此对上师要有恭敬心 这是第二个条件 然后第三个条件 就是对般若的功德 起坚定的信心 你说 听到了般若法以后 断除轮回的根本 然后生起空性的见解等等 许许多多的功德 描述得非常清楚的 然后你对这次有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 那你不是般若的说法根机了 所以对般若里面所讲到的 有关的一些 国方面和功德方面的道理 要生起非常坚定的信心 这是第三个条件 这是必须要具足的三个条件 然后我们要远离的 要两个条件 远离的第一个条件 除改烦恼 这里改 我们平时所讲到的 五种改 五种烦恼 五种烦恼要断除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远离一些狗人 远离什么狗人呢 六波罗蜜多的违品 比如说布施的违品是林子 持戒的违品是梵戒 然后安忍的违品是缺陋 精进的违品是懒惰 禅定的违品是散乱 智慧的违品是邪见等等 这样的六种违品必须远离 这是远离的两种条件 然后心里面还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慈大悲心 大慈大悲心 再加上自己身口意调入寂静 大悲来认识自己的相续 自己的相续非常寂静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听受 一切万法治根本薄弱的法门 一切超越声闻缘觉这样殊胜的 勇士心境的波罗波罗蜜多 你可以这样的听受 所以我们自己在听受的过程当中 首先要观察自己具不具足 前面讲的欢喜心 恭敬心 信心这三者 然后远离没有有关的 这些烦恼和苟然方面的障碍 然后同时应该按照 马法仁波切的《现光对应》里面所讲的话 前面这几个内容 讲的是愿众生的大悲心 然后前面是愿佛果的智慧 后面应该愿众生的大悲心吧 凡是这个偈颂当中 我们菩提心的两个条件都已经具足了 所以这一个偈颂 讲了我们《现光传令》里面 发行的内容 在这里讲的 所以我们想 听受这样的般若舍颂的人 最基本的条件 对佛和上师和对般若法门 有信心和有证见 有证见 自己也尽心尽力地对治烦恼方面 还是要下功夫 同时还要 这样的法门 并不是为了自己 相守某某的果位而听受的 一定要为了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 到达佛果 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听受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你这样的人可以 佛陀亲自告诉法器 因为这个法 一般来讲 其他的众生 很难以接受的 确实声闻和言觉 很难接受的 因此《现光传令》里面也是讲 大事与此所一切相知道 非于所能力 这样的法相不是像声闻 缘觉等其他的所领受 因此在这里已经讲了 勇士心 勇士心的话 唯一大乘的 对般若有一定信心 还有对人物和法物 有通达空性者的心境 这样的般若法门的确也是很难得的 应该这样来理解 下面第二个课判说 福主说明闻法者佛陀的事业 赐赞布咒诸和牛 聚化果药 领得胜 西缘咒无热脑海 龙王咒为胜利 下面讲般若的殊胜心 来自佛陀 通过比喻 意义 还有理由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描述 第一个 通过比喻来说明 那么有些人 可能这样提出一个问题 刚才你前面已经讲了 圣圣 波罗 波罗 弥多 唯有大乘菩萨的心境 其他的声闻也好 缘觉也好 一般凡夫人不能领会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佛陀在佛经里面宣说的时候 尊者 须菩提等为什么能宣说啊 那么他们也是不能宣说 以及我们声闻缘觉当中 比如说舍利子 目犍连等等 他们这些声闻缘觉 也不能听受空性的意义 也不能宣说这样的空性法门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也不是已经 红得了人物和法物物的部分的空性 那为什么是这样 唯一独特的一个菩萨或者大乘的心境呢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下面可以回答 首先是用比喻来回答 比喻来回答的时候 就是说 虽然真正的波罗波罗蜜多 唯一的大乘菩萨的心境 他所领受的范围 但是也可以 小乘的一些阿罗汉也好 怨觉也好 他们也是可以了解 甚至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我们也是相应地了解 这样的波罗波罗蜜多 而并没有要求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 全部都一定要变成 一地菩萨以上的圣者 否则你连听都不能听 也不能参加这个法会 那可能全部都举止门外 很困难的 但是这个其实是佛的加持和佛的威力来得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小乘当中 证悟空性的也有很多 那么这也是佛的加持力产生的 我们讲《相关传言论》的时候 也是讲道治 讲道治的话 其实是菩萨的 其实它是一种菩萨的了知 但实际上 身为缘缺 也是对道治的部分 也会有了解的 因此我们现在这些人 对《相关传言论》 就是感恩佛陀 也知道这是佛的加持而来的 他这里讲 比如说赞布珠 赞布珠一般在这里 主要是讲的印度 这个研伏体 翻语里面讲的研伏体 那么赞布珠 也就是说 印度所有的大河流 比如说 像恒河 还有一些星渡河等等 印度有四大河流 那么四大河流的来源 还有在整个山上 盆地也好 在所有树木 花果 药树以及森林等等 这些通过水的滋润 才能生长的 那么河流的来源 以及所有这些植物的生长 它的来源 主要是住在无热脑海里面的龙王 龙王的威力和加持 这是应该我们稍微懂一点 自然界的人都会明白的 世间上所有的这些河流 来自于大海 那么大海里面龙王 龙王通过他的威力 可以在这个世间当中 出现一些河流 如果龙王不高兴 龙王的福德不够 整个河流全部都干河 而且在整个地球上 在地上 出现各种各样的 干汗等天灾人火 所以我们知道 有了龙王的福德 我们整个动植物的生长 和它的生存也是有机会的 然后世间上的这些 印度四大河流围住的河流的 产产不息 也是跟龙王有一定的关系 同样的道理 我们凡夫人也好 身为也好 怨觉也好 他们证悟空性 或者他们能宣说空性的这些威德 全部是佛的加持 比如说你们现在 在这边听受空性的过程当中 以后我们听般若空性 肯定有很多的一些感悟 般若里面所讲的百分之百 千者万确 你这样的无性 也是佛的加持 包括我现在也好 以后跟你们宣讲的时候 有些时候根据上师们的一些教言和 高僧大德们的加持 我也肯定符合佛经和空性的道理 讲得出来 那讲得出来的原因 也是来自于佛陀 下面从意义上可以宣说 今天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 Wild 好我給阿屈 好我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